也就是所有其他的工作表都可以存取 存取的意思 可以抓到它 那你这个地方特别重要 你不要说你把它改成private 因为你插入那个程序的时候 它这个有效范围 如果你把它改成private 会变成怎么样呢 其实你在插入函数的时候 这个函数就不会出现了 因为它是一个private 没办法被其他外部使用 OK 所以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这个是有效范围的应用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 我今天需要跟使用者要三个资料 哪三个资料呢 1 2 3 可以偷来一下 把这三个Ctrl C 然后呢 再把它切到这边来 贴到哪里呢 贴到这个刮斧的后面 所以呢 理论上就是这三个 那你把它贴上 但是它这个地方会跑掉 所以我把它delete戴掉 那再把它缩写一下 叫区码 逗点 中间用一个逗点隔开 默码 好 这个时候呢 它已经做好一半了 也就是你现在如果插入那个 假如你现在把这个地方 把它清楚 插入函数 这边已经有手机了 但是呢 你现在给它 东西 它这边回来是零 为什么 因为你后面程式还没写完 也就是引数有了啦 引数你有了 这个画面就会出现 那怎么return呢 特别注意哦 这个return的 记得要给谁 给它自己本身 所以记得 前面一定要是什么 按个tab 贴上 等于 后面的东西 什么东西呢 就是 把 这个东西 串起来 所以哦 就是零九 一定是零九什么 然后空一格 and and什么呢 电信业者 所以你这个地方的话 就把什么 电信业者 and 空一格 那 上面这个地方是用sales 这里的话你就是零九 然后呢 再加什么 电信业者 因为电信业者已经丢给 这个引数了 所以特别是哦 东西都放在电信业这边 所以你把它复制一下 贴到这边来 贴上 零九 电信业者 他就会把 抓到的东西 跟电信串在一起 然后and 其实哦 拖揽一下 干脆直接把什么 上面这一段 拿来参考 这个 只是稍微把它做一个修改就好了 这一串 Ctrl C 然后呢 把它做一个修改 这边把它Ctrl V贴上 那改哪些地方呢 把这一个 Ctrl C 把这个Sale 盖过去就好了 因为本来是 从那个F栏里面去抓那个部分 然后区码 把那个这个改一下 莫码 把这个改一下 Sales 本来是从那个储存格上面抓过来的 但是现在是从使用者丢给我的东西 OK 好 做完了 做完之后的话呢 我们 得到的 他给我的东西 就会放过来 放过来 放过来 那最后的话 看到的结果呢 就会是 手机 按确定 一个 一个 两个 三个 你其实可以看到下面这个 如果说 你下面这个地方 看到的是正确的结果 那恭喜你 应该没错 可是如果你这边看到的不对 那表示可能你那个程式有错误 或者之前有同学常常犯错 就是你那个返环的那个部分 打错了 也有可能会犯错 所以这部分的话 就是这个地方 因为它丢给自己 如果你这个打错的话 那可能会产生错误 OK 这里的话呢 我想各位先试试看好了 第一个就是 有关制定函数部分 第一个制定函数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 就是说 后来就有同学想说 老师那我假设 这我希望一次就选完的话 怎么做 我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我来画面先给大家